尽管曼谷一些反政府示威 有着像嘉年华一般的气氛 不过支持和反政府人士之间的敌意 正在逐渐增加 公开散播仇恨引发的潜藏愤怒 导致一些观察人士担忧 普遍暴力可能在全泰国爆发 有些人将这种冲突 归咎于乡村穷人与都市精英的分别 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 它涉及更深层的泰国社会结构 人权观察组织资深研究员 苏奈伊帕苏克警告说 一个根深蒂固的仇恨正在全泰国蔓延 我们看到这个分歧已经进入一般家庭 应该说是一种分裂 手足间看法分歧 朋友间互相不讲话 反而视彼此为无法共同生存的敌人 这是泰国政治对立一个非常极端的发展 如果让它继续下去 那将会是导致大规模社会冲突非常危险的一个元素 在泰国北部一个叫班麦的村子 指责政府腐败的言论 导致一些家庭成员产生嫌隙 种田的农民端坚凯瓦那 自从政府没有付款给他之后 便转换了对政党的效忠 如今凯瓦那已经成为一名蓝天电视台的忠实观众 蓝天电视台是一个受欢迎 24小时播放反政府节目的新闻网 政府第一次保证 每吨大米将给一万五千猪的价格 不过到最后 他们并没有遵守他们的承诺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从这个项目收到一分钱 在院子的另一边 凯瓦那的女婿 苏林·普鲁坎姆 仍然是政府的坚定支持者 不过苏林也承认 逐渐令人厌烦的政治冲突 已经扰乱了他的家庭 我们彼此间不谈政治 如果在言谈间这个话题冒出来 我们就会试着转到别的事情 如果我们认为它可能导致争论 我们就完全停止谈下去 现在泰国的权力斗争 还只是停留在言辞争论的阶段 如果情况变得更糟 这个权力斗争所引发的愤怒 是否有办法被平息下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德福 从泰国青脉发来的报道 这个权力斗争论的 别人 把那个权力斗争 不认为